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节目 之前我们讲过了中国政府为了掩盖他的无能 他无法进行统一 所以他就在媒体上面 在舆论上面去带风向 去宣传我们不惜一战 我们随时做好了武统的准备 然后给这些小粉红洗脑 给他们打鸡血 这种宣传 这种洗脑还真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的网民 他们真的相信这个统一可能快要到来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就是在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就是中国的商务部 他在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的标题叫做 关于做好京东 明春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的通知 这个标题真的是挺长的 而且非常的绕口 这是很典型的共产中文 总之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一句 就是中国的家庭应该做好 保证一些必需品 说以满足日常的生活和突发事件的需要 这一句话出来之后 让很多人非常的 一方面又紧张 另一方面又很激动 就觉得突发事件什么意思呢 商务部让大家去囤货 是不是要打仗了 是不是真的要解决台湾问题了 我们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了 要统一全国了 很多人非常的兴奋在网上发帖留言 当时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可笑 但是我没有做节目 我因为有别的事情要讲 然后果然我们看到了就是官方媒体赶快出来灭火 中国的经济日报就发文章 说不要过度解读或者是误读商务部提到的 储存一定生活必需品的这种说法 说这是面对疫情这样的一些突发事件 让大家有一些准备 不要措手不及 说大家的想象力不要太丰富 他一下子给这些小粉红泼了一盆冷水 像这种影射中国要武统的这种说法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有人在网上贴出了政府给预备役人员的短信 说某某市的人民武装部 他通知各位预备役退伍军人 说你们好 现接国防部动员部文件通知传达精神 台湾问题严峻 望各位能做好 随时召回准备 确保招之既来 乃之能战 战之必胜 这条短信现在也被辟谣了 官方就说了 国防部动员部并未发布所谓通知 也未有任何地方人武部门发送该内容短信 说短信截图完全为捏造 除此以外 不光是什么商务部信息 什么国防部的通知 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中国的民众却看到了很多的武装坦克 什么一些装甲车 运输的一个场面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拍到了这样的一些场面 我们不知道这些照片是过去的照片 老照片了 还是最近在全国各地这些网友发现的 但是像这种调兵潜将 这是在和平时期也会做的事情 前两年在美国自驾游的时候 当时我是开车在加州 我就在有个地方看到运输火车 上面装满了美国的坦克装甲车 他们在运输 我等烂天 等火车过去 然后再开没多久就看到周边确实是有美国的局势基地的 就是这种调兵潜将 这种输送这些装备 这都是日常的一些行为 并不一定代表就说要打仗了 但是很多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到这个程度了 很多人被这个官方的洗脑宣传 已经忽悠到 真的以为中国政府现在有实力去统一台湾了 或者说习近平现在敢发动战争 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们曾经做过多期的解读分析 是根本是没有可能性的 或者说至少在这个短期内 不说长远 就说五年之内是不可能发动战争的 哪怕是台湾宣布独立 都不可能发动战争 因为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习近平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对于共产党来讲 最重要的是稳定 维稳是第一位的 他一旦衡量说 如果我能控制住局面 能够保证这个政权的稳定的话 台湾就算独立了 那么我们也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我们打了台湾 如果万一打败了 或者出现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的统治不稳 就算拿下台湾又怎么样呢 共产党倒台了 我拿下台湾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对于共产党来讲 保住他的政权才是第一位的 保住习近平的位置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现在面临二十大 习近平要第三次连任 要成为永久执政 黄袍加身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刻 打台湾绝对不是他现在的一个选项 而且跟美国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吹灯巴拉 还没有完全的断交 或者是彻底翻脸 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还有一个沟通的渠道 最近不是布林肯还见了王毅吗 中国现在还能够继续的跟美国玩拖字诀 继续拖 继续的卖中国的产品 继续的想方设法的利用一些民营企业 盗取一些技术 当然也不是完全盗取了 也有购买 也有引入的一些技术 他还能够维持中国的现在经济上的不崩溃 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说让他现在去发动战争 他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意愿 更没有这个勇气 但是行动上虽然是个侏儒 但是他语言上面 在这个口水仗上面 他是一个巨人 他是一个打嘴炮的高手 而且是打了这么多年了 之前我不是发一个Shorts的一个视频吗 就是在62年前 当时刚建国不久 有开国将军200多人 然后一起大合唱 要统一台湾 解放台湾 对吧 唱了62年了 这个62年到今天 统一台湾在哪呢 不仅没有这个影 而且还被台湾的 什么娱乐的产业 这些流行歌曲 邓立军 周杰伦被他统一了 对吧 中国共产党那套红色的意识形态 自己反而破产了 这200多个唱解放台湾的歌曲的将军 他们不仅没有等到解放台湾那一天 他自己还被共产党给批斗 对吧 破坏 我虽然没有一个一个去数 但是这里边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被共产党在不管是反右文革 都已经破坏致死了 别说他们了 贺龙下场什么 彭德怀下场是什么 对吧 这个罗瑞卿下场是什么 元帅都是如此 更何况将军呢 我上一期节目还忘了说一个事 就是有人还发了一个帖子 在中国大陆的公众号里边 就说统一台湾之后 我们如何到台湾去买房 然后被台湾的媒体说成是幻想文 但是我对这些小粉红也没有任何的劝告 看到他们这些愚蠢 无知 这种表现 我们就回一句就行了 你开心就好 你觉得这么自我安慰 自我陶醉 或者说打嘴炮 能够让你心情好一点 能够让这个屌丝或者是韭菜 让他们的这个 虽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境遇 但至少能够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 那么既然对他们心里健康有帮助 那就让他们去吹 让他们去发泄 他们讲的话 我们连听都不用听 连看都不用看 他们愿意自己去自嗨 就让他们去吧 最后他们还是逃不过被现实打脸 当然了 他们的脸皮也确实够厚 被打了60多年了 还得继续打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